我是啟治協會總幹事李富順 那我本身也有一個孩子是心智障礙的 從小就帶他我們一直在想說 孩子如果說你沒有給他一個訓練的環境 給他一個所謂的良好的一個環境給他 那相對來講的話 他以後的機會就更少 我們的孩子他到職場去 他們沒有辦法在職場上試任 可能就因為這樣沒有辦法這樣去適應的話 那老闆就不用他了 啟治協會就是透過這個機會 我們希望說訓練孩子他有學習的機會 然後養成一些良好的一個習慣 那我們剛才在小做的時候 前大概是2003年的時候 我們剛成立的時候 我們就是在想說我們來做些哪些東西 那剛開始的時候我們就做那一個 所謂那一個 精子的一個代工 那我們發現他說 在孩子訓練他們的孩子 他們能本身在習慣上的改變 然後在工作上的改變 給他們能勤勞 然後對自己更有信心 我們也在我們的農場裡面 慢慢也開花出我們的蝶豆花 蝶豆花那一個的這個植物 那這個蝶豆花 它的好處就是說 我們從從它的那個苗 我們就開始給孩子有沒有 自己親自去做 然後苗等它長大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們再把苗有沒有 種在我們的那一個 我們的龍眼的泥土上面這樣 那他們就開始成長 那成長成長完 他們就大概不到一年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開花 那我們就把那一個蝶豆花 然後叫就是 也給他們有機會的話 從那一個從那一個苗跟 跟那個蝶豆花開始 他們就自己親自去做 然後等到採收 他們也要自己去採收 採收我們也把它 我們也把它就是 弄成變成一個 一個菜根變成一個產品 我們我們透過就是說 比如說自然的晒乾的方式 然後再讓他們自己包裝 然後 然後自己 自己把它貼上我們那個 協會的那個 協會的那個Logo這樣 先拿一個 就是 袋子 然後第一個步驟 前面這邊灌紋啊 跟風明 先把那個乾燥機 放到袋子裡面 然後再交給灌成跟聖宴 然後裝到那個 把蝶豆花 乾燥蝶豆花 裝到袋子裡面 那大概裝八分滿 然後交給 下一個步驟 去秤重 秤完以後呢 再往下一個步驟 貼我們的那個 啟致協會的Logo 跟貼紙 貼紙 蝶豆花是一個 那一個花心非常多的 一個 一個健康 一個所謂的 自然泡茶的 一個 的一個好東西 那也透過這個機會 也給我們的孩子 有更多 更多機會去認識 一些職務 那也透過這樣的話 他們 可能在賣的這個 這個 有一些收入 那這些收入的話 我們就可以了沒有 透過這些收入 那也可以給他們 更多的一個 一個工作獎金 那相對來講的話 他們 勤勞 然後 勤奮 那相對來講 我們有 協會在小時候也有好幾個 因為透過這個機會的話 我們再教育 再訓練 那 他們有的人在交友上 在 就是 在工作了 那也是透過這個機會的話 我們 小組把它訓練出來 那他們就 以後就有更多的機會 可能可以再回歸到職場 那 也 有這個機會的話 也給他們是 是 在這個社會上 是一個有用的人 而不是 給社會是一個負擔 那這也是我們家長的一個願望 那我們也希望說 透過這個機會的話 希望大家都能 有沒有 多能支持我們協會 因為我們協會農場裡面 這是我們的 疊多只是一個 開端而已 我們希望說 我們後期還有 更多的一些 好的 好的一個茶包 然後在我們農場種的 都是屬於 都是屬於不噴農藥 不用化肥 是用有機的方式 自然農耗的方式 來栽種 那也希望透過一個 一個很好的一個 一個東西 然後 分享給我們社會大眾 這樣 也希望他們 也希望你們能 能來 能來支持我們 也使我們 學會 我們的孩子 我們的家長 更陽光 然後生活 更有意義 那也希望這樣 能更有機會 然後回饋在這個社會 這樣 謝謝